要健康一些,我們看看如何可以新一年健康一些 好,我們開始了,我看到是May開始錄了 好,這樣再一次多謝大家可以讓我和二景樓的住客 和NPC的朋友一起去講到新年新願望 我們很多時候New Year Resolution 新一年都想很多東西的 有沒有想過新年是做什麼呢? 好,我現在就會share我的screen 讓大家可以看到的 等一等下 好,等一等下 還有人進來 好,這裏,我share我的screen Pose disabled participant screen sharing screen 可能May要讓我做co-host 可能 May要讓我做co-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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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大家看不看到? 看不到 看到了 現在看到了 現在看到了 看到了 好,對 我也想跟大家說 就是今年我們有一個更加好的2020 更加健康的2020 究竟怎樣能做到呢? 或者哪幾方面我們要留意多些呢? 這樣呢 通常 通常 通常我們說 新年新願望 通常都圍繞著那幾個area 在座有沒有人說 想今年呢 我要 開心過去年 emotionally 我們想開心一些 會的 我要辣定決心 今年呢 不要經常都震眉頭 會的 會的 開心一些 好的 然後也有人會說 第二個呢 第二個呢 就是 即是說 我想今年呢 我要做多些運動 我想今年呢 我要活躍些 又是好的 第三樣呢 有人呢 如果他有宗教信仰的呢 他會說 啊今年 我想更加 親近主耶穌 我想今年呢 更加去多些佛堂 我想今年呢 祈福多些 為朋友祈福 都有 也都可能呢 是說social social social就是什麼呢 今年呢 我要參加多些活動 我要跟多些朋友見面 疫情呢 一點都不容易 我要打多幾個電話給朋友 這些都是好的一些的決定來的 又或者第五 financial 哎呀 上年啊 經常留在家裡 我老婆就是啊 我老婆做什麼呢 上年 我老婆經常留在家裡 她說 一她一忙碌呢 她就會上網買 酒的 不知道 哪些人喜歡喝酒的 這裡 我老婆呢 就說她一大壓力呢 她就會上網 看看哪間酒莊便宜 她就買回一兩支 我現在整個地牢都是酒 那所以她就說呢 今年呢 就不可以給自己有這樣的 好像呢 addicted 就是呢 好像是怎樣 上癮了 買酒買到上癮 那所以 financial 可能你也有一些計劃的 然後呢 occupational 可能就是 事業方面 我想今年做些什麼 我想今年做些什麼 希望有個高 那 environmental 環境方面呢 是比較少一些的 但是intellectual 那個燈膽呢 就是說呢 我今年 有些人說 現在我們講的 願望 新年新願望 有些人就說 我新年呢 今年我想 讀一些書 學一些東西 是吧 有沒有誰 今年 現在一月過了二十幾天 就已經學了一些新東西 或者試過一些新東西 有沒有人 沈太太 你試了些什麼新東西 沒有 沒有試到新東西 哦 你試了些什麼新東西 你舉手 不是 我說 今年有沒有誰呢 是今年過了二十幾天 已經是做了一些 你以前沒做過的事情的 有沒有 沒有 我有 剛剛這個星期 weekend 天氣幾好嘛 我和我家呢 去了這個 Gones Park 那裡呢 去溜冰 你不要看我 這麼活躍這樣 其實我是不會溜冰的 香港我也都沒有玩這個溜冰 沒有去太古城 或者沙田那裡 因為我覺得溜冰 都好像那些飛仔飛女才做的 你知道我 這麼純粹的 我不會去做這些 這樣 但是真的 上個星期我就和老婆和女兒 第一次試溜冰 當然就拿著那些小朋友 才用那些架 在那這樣 但是試了一次之後 都可以去試一下 四十幾歲才來 玩一個重新沒有玩過的一個運動 大家都可以試一下 其實講的就是 當來到新的一年 我們去想一些新願望的時候 多少歲都可以想一個新願望 多少年都好 都可以你過去那一年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不會因為你年紀大了 就不要學了這樣 我曾經聽過有些人是這樣的 嘩 左手邊那個是誰來的呢? 左手邊那個是一個明星 他叫張家輝 香港無線的 香港的 計員 電視台那些人 他就是拍一部電影的時候 做打拳的時候 他就有很瘦的一個人 現在看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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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轉第二板,有沒有轉到嗎? 還是第一板! 對,還是第一板 不要緊,我停了再分享一下 總有辦法的 如果不是呢? 可以試一下這裡 分享 現在呢? 在看第二板嗎? 還沒有 現在看到第三板嗎? 是,看到了 看到張家輝 看到張家輝好看很多 是不是? 看我幹什麼呢? 張家輝好看一點 就是有個大隻佬 有些人就新年,很有趣的 他說我要好像那個大隻佬這麼大隻 於是我就要去練習了 又或者反過來 我好像那個女士這麼渺緻 我又去做 我要怎樣做 好像他們那樣 他們一說呢 就會說我要好像他那樣 就是沒有中間位 就是由我現在 36吋的腰圍 要變成31吋的腰圍 我想今年就是做到他那樣 那個 就是很多時候呢 我們去設定那個目標的時候 都是由零 就要去到十的 如果兩個月之內 我們去不到那裡 就通常都沒得繼續去的了 通常都已經休息了 所以那個新年的新願望 很多時候只是維持一個很短的時間 為什麼這麼短的時間 我們就放棄了呢 很有可能因為 那個願望設得太高了 張家輝這個男士在右邊這個 這麼大隻 你知不知道他吃什麼的 當然就不是吃葡萄牌的那些菠菜 他呢 有人問過他的 有時候我們看到一些 操作的 我們所謂的 我們就想學他們 其實我們不太知道 他背後究竟為什麼 或者怎樣做到這樣 所以葡萄牌跟那些人分享 他說呢 他有很長的一段時間 是吃什麼呢 吃鹹的豆漿 和一些雞胸 是沒有醃過的 然後把那兩樣東西 打碎來喝 有沒有誰在座的想喝 他可能吃其他東西了 他說他的正餐呢 有幾餐呢 是淡的雞胸 他不想吃這麼多鹽 淡的雞胸 又不可以煎炸 因為不可以太肥 豆漿呢 他又不想用水來打爛他 豆漿可以有蛋白質 所以他把豆漿 但是又不想要多糖 因為怕肥 就是你 這樣打爛了 我不是這樣的 然後他說有 他拍完那部電影之後 那些人問他 嘩 你很健碩 是不是以後都是這樣 他馬上就說 我以後都不會想這樣 一拍完電影 我就想見回一個正常的人 我不想再吃這些 所以有時候 當我們看著一些 role model 第二隔壁那位呢 這個叫做 Tesla那間公司很厲害 如果你有投資 我想有些人都說 買他一定升的 不過都升下跌下的 現在的東西 那就是做了一個電的公司 做了一個電車的公司 那些人火箭飛上太空的 而且這個人很厲害 有些人就做他來做 role model 我要像他這樣 我要搞自己生意 我要賺很多錢 我要什麼什麼什麼 這樣 但是其實我想說 當我們要去找一個人 做我們的目標去學習的時候 都要很小心 因為我們不太知道 十分清楚 那些人其實背後付出過的 我們不一定能夠學到他們 100%這樣 所以都是要回去自己那裏 去想想 哪些東西是最適合自己的 那我繼續去 看到了 看到我轉下一版 好 有什麼新年新願望呢 我上網去搜尋一下的時候 這幾個是一些其中最熱門 2022年最熱門的新年新願望 是因為什麼呢 因為疫情的緣故 很多人和家人都隔絕了 朋友用很多見面 所以他說 怎麼見現在 用這個見 是不是 用這個 用手機去見 所以他說 就算我不會用手機 我都要學最基本的手機的操作 我不懂用WhatsApp 我都要懂用微信 總之呢 我就要用一些的東西 因為如果我要跟兒子聊天 我要見到那個書裡面 他們如果不可以進來 或者不可以探我 我都要靠這個才見到他 那萬一我不懂用 怎麼辦呢 這樣 所以原來呢 2022年很多人就說 我要學一下 怎樣用一些電子的器材 以前都覺得沒有需要 打個電話都可以 打個電話 他就來接我去吃東西 去見面 可能如果不行 就要靠這個 第二 就是stay in touch more often 大家多些和朋友見面 以前不覺得的 現在很需要有朋友 或者很需要有傾訴的 是吧 第三就是 看到那個社區 看到那個社區 是很多的需要 不要說到疫情 有天災 有BC省的水浸 所以其實 很多職業受到影響 很多人沒有了工作 所以其實呢 是另外一個 很多的 就是 就是我們要多些關心這個社區 幫助多些社區 是吧 突然想起 而景樓之前的住客 都是易賣 是吧 投了一些錢 超過一千元 是捐了給BC那個 那 今天我想主要講的三樣東西 第一 就是 當 我想 我們中國人 都離不開 是說什麼 我想 健康 我想 開心 通常都是這兩樣 還有沒有第三樣 還有沒有第三樣 NPC的參加朋友 是不同的 除了健康一點 還有沒有 睡眠好一點 還有沒有 NPC的朋友 有啊 有啊 什麼啊 有啊 什麼啊 多些戶外活動 多些出去戶外活動 啊 這個又說得更好 好 是啦 其實大家都在做這些東西 是吧 但其實呢 我等一下就和大家看一下 你想健康些 你想開心些 你知不知道你睡多些 就做這兩樣東西 哈哈 現在不是不想睡就睡不到而已 是吧 我們等一下又看看 好 我想第一樣說的就是 我們養成一個好的睡眠的時間 睡眠的習慣 第二樣就是 剛才有人提到的 怎麼可以回去多些做運動 是 現在 現在坐在那裡的儀景樓這一班的住客 他們每一個都是每天都會來做運動的 所以你們呢 已經是 這個部分差不多不需要聽了 因為你們已經定時定後 每天早上都會來做運動 他們很厲害的 我知道呢 NPC的朋友呢 也是星期三 是不是 就說May呢 有那個運動班 他們有exercise 那天早上都會放在家裡 剛才還有呢 一個住客說做了三個小時 還有一個朋友做了三個小時 那天 多厲害 所以呢 大家都說很確實 那這個呢 我們等一下都可以聊一下 怎樣繼續下去 第三樣呢 就是飲食 當然我不是 營養 有一些呢 很基本關於飲食的東西呢 有小小提示 可以告訴大家的 因為住在Kelgarry 住在北美呢 有幾樣的營養呢 我們經常都吸收得不夠 那我們留意一下 在你們今年的飲食裡面 可不可以多一點點 好 那我們繼續去吧 現在呢 我就想 大家去 說一說 你究竟想我先說睡覺先 說運動先 還是說食 睡覺 啊 先睡覺 那好吧 睡覺不是說太久的 我們去睡覺了 好 睡覺 當我說睡覺 你知道自己睡覺 睡得夠不夠嗎 這樣 你看看那兩張照片 你就知道了 究竟你睡醒的時候 又是錢哪邊 哈哈 哈哈哈哈 你們像個懶貓 我家裡的就是 差不多這樣的樣子 我有兩隻 你像那隻 貓貓那個樣子 還是你像旁邊的太太 小姐那個樣子 起床呢 伸個懶腰 哎呀 真是好笑 還是 唉 我不想起床 你一按一下 鬧鐘 響了又按色 又按色 是的 我當然是右邊那隻 今早 哈哈 昨晚晚晚了一睡 但是呢 很簡單的 其實當你睡醒那一刻 你的感受呢 就差不多 告訴你 究竟你的睡眠質素 是好 還是不好的了 不用看醫生 你都知道了 當你睡醒覺得很舒服 就是夠睡 是的 現在不是運動 我們現在是聽話 是的 所以今天不運動的 這樣 睡眠呢 有六種的益處 六種 我很簡單的告訴大家 你有沒有想過 原來有六種的益處 第一種 睡眠都可以幫你減肥 知不知道我最輕的聽到 有人問過就是什麼 李先生 Anthony 我以前是personal trainer 教人做運動的時候 Anthony 我可以做什麼減肥 通常都說 我做哪種運動減肥 待會都會說 哪種最快減得最多 連我上次去電台的時候 記得阿May 阿May 我們去電台的時候 電台也有叫我講過講座 有些什麼可以做得最少 然後減得最多 現在22年 不知道20多世紀 現在就是這樣 越少 但是果效要越大 我想除了抽資之外 都沒有辦法 這樣 但是就是 是的 究竟是做什麼 吃什麼才可以減肥 是不是 吃到一些藥 有些減肥的 是不是 那些可以的 但是其實原來 你有充足的睡眠 已經是你減肥的第一步 待會我會說多一點 另外降低心臟病的風險 這個很重要 我們經常都有心臟病 上年紀 心臟沒那麼好 接著 不用吃藥都會好些 睡好覺就可以了 接著改善心理健康 真的是什麼呢 真是開心一點 你有沒有試過睡得不好的時候 很猛肥啊 有 但是除了猛肥之外 睡覺的時間裏面 你身體待會會說 有些荷爾蒙 有些的 荷爾蒙 在你身體裏面 是你睡覺的時候才這樣動的 你睡得不夠 那些荷爾蒙不平衡呢 你就好 一個爭一個了 所以呢 待會我們再看一下 你說呢 通常我媽媽 我媽媽經常在家裡就說 糟了我老人千惠 什麼都不記得 什麼都不記得 我說媽媽 我都有時不記得的 昨天有人說過的事 我都不記得的 不僅是你才不記得的 不過如果你想你的集中力能夠好 聽話不能夠晚睡 思考能夠清晰 睡覺都很重要 睡覺都很重要 最後 現在COVID 大家都很害怕 很害怕有病 睡覺也是其中一個最好的 去幫你提高你的抵抗力 的一個東西 我要吃什麼補品 我要吃什麼補品 吃些包心次肚 頂住COVID 其實你睡得好 你就不用吃包心次肚 都頂得住 分分鐘吃了包心次肚 但是睡得不好 都頂不住 所以呢 可能浪費了你 所以 最後 如果你真的一樣東西 人又開心 免疫力又強 心臟又沒有風險 想事又精 我看法都一定長壽的 所以最後 當然會長壽 好 很快地這樣說 為什麼會幫到你控制體重呢 原來呢 在你睡覺的時候 有一種叫做Laptic 有一種叫做Gradelins 有兩種的Hormons 一種是告訴你 你吃得夠飽 一種就告訴你 你不夠飽 那是什麼呢 如果你經常都覺得自己夠飽 你就不會餓 不餓 自然不會亂吃東西 就不會吃得太多 原來你睡覺的時候 是會把這兩種荷爾蒙平衡 你一不夠睡 就像餓那一隻 好像一隻飄著飄著的東西 在這裡 經常跟你說 你不夠睡了 昨晚 多吃點東西 多吃點東西 就不會那麼累 還不去吃那條魷魚鬚 那個油炸鬼 那個油炸鬼 有時候原來 當你不夠睡 這些東西不平衡的時候 你就很想吃東西 就算你身體 不是真的需要你 你都想吃 那就越吃越多 多過你應該需要 而Cortisol 和Growth Form Cortisol就是中間那個人 你看看他生意失敗 這樣掩著頭 其實是什麼事情 Cortisol是影響你的情緒 影響你的心情 不夠睡 每一個的指數就會飆升 通常你壓力大 struggle的時候 都會導致你 很想要吃一些東西 Crave for 一些東西 剛才有位參加者 在NPC的 他說做了三個鐘頭運動 當然我想做完運動之後 就好像這個 這個在大陸的八百九十歲 這樣 嘩 多厲害 九十歲 但是 原來在你休息的時候 你的肌肉才能夠恢復 大家每天都做運動 在這裡做運動 NPC的朋友 星期三做運動 做完之後 有點酸軟 然後晚上睡覺的時候 那些肌肉就會恢復 才知道他更加強硬 是在夜晚 你睡覺的時候 會最恢復得到的 那就是說 那天你做過很多的運動 但是晚上你仍然是睡五個小時的話 你那個效果 那個肌肉鍛煉出來的效果 可能會少了 所以你很勤力地在運動班裡做做做做做做做 晚上不睡覺 那個效果都不是最好的 當然我這樣說 是假設大部分的人都是正常的人 都是說什麼呢 就是說需要睡多少 通常正常的人睡多久的 你猜 八個小時 是啊 八個小時 大家都說八個小時 七八個小時這樣 但是我剛剛聽到有個人 他每天都是睡兩個小時 在這裡的 在Calgary 他在香港來了一年 他晚上一半夜 他就教授一些的堂上堂上的老師 一些專業的老師 不是學校的老師 一種專門的老師 他教人 他晚上教香港的那些人 日後就在這裡上班 他一天睡兩個幾三個小時而已 我都不知道他是什麼構造 不過有少數的人是這樣 都可以的 但是大部分的我們是需要睡七八個小時 才能夠得上應得的恢復 保養 休息 所以記得 睡覺原來是這樣 你現在看一下這裡 待會我們會講這些 豆豉鯪魚都幫到心臟餅 不是那些東西 不是豆豉鯪魚 這些罐頭 罐頭不好的 你問一下營養師就知道 罐頭不好吃那麼多 但是我想說是豆豉鯪魚 裡面那些黑豆 黑豆我們中文好像不是吃的 豆豉鯪魚 豆豉那些東西 都是好的 對心臟 你看到這裡有三文魚 有牛油果 有 每天都吃的麥皮 還有有爐筍 這些都是對心臟好的 但是當你睡覺的時候 你知不知一日 哪個時間你的血壓是最低的 通常 睡覺的時候 睡覺的時候血壓最低 你知不知一日 通常什麼時候最高 通常 我聽到了 我聽到了 他轉了 黑夜都掉了 眼周三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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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壓是最高的 為什麼呢 如果上班 早上是最多事情做的 通常眼周三四點 都差不多 被人做到死了 通常三四點 大半天 三四點 如果你的血壓是最高的 那你就會發覺 根本呢 半夜就最低 那個血壓就一路高高高 一路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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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高一路高 高到眼周黃昏呢 就最高 跟著呢 到你回去睡覺呢 又開始 整日都高 就當然是不好了 是不是 萬一你在睡覺的時間都短了 搞到沒有得低回 你猜對心臟好不好 當然不好 可以睡覺的那個休息很重要 對心臟來說 跟著 旁邊那支藥丸呢 真的 叫做什麼呢 叫做 叫做 Happy Hormons 我在這裡呢 打了幾個英文字 其實很簡單地說呢 就是呢 有一些荷爾蒙呢 有一些荷爾蒙呢 是我們身體呢 發放那些荷爾蒙的時候呢 我們會很開心的 我們會很高興的 有些人呢 他呢 他呢 身體裡面 不知道什麼的原因 少了這些東西 他們要靠那支的 藥 去給他們 他們要靠吃藥 去令到自己開心一點 抗疫不藥 就類似這些了 那麼呢 睡覺的時候呢 是會幫你平衡一點 所以有時候呢 你說你很不開心 唉 我先去睡覺 都不是最差的決定來的 因為在你休息的時候 被自己離一離開那個困難的時候呢 都可以平衡那些 好與不好的Hormons 所以我想說呢 就是呢 你說我想2022年開心一點 其實你知不知道 原來你身體裡面 有很多東西在進行的 那些東西的分泌 是會影響了你 不能夠真是開心 當然啦 外面的東西都有很多影響 旁邊那個人跟你說一句話 你今天穿衣服 不要看的 這樣一句 這些是外來的 令到你不開心 但是你自己裡面的身體 都可以令到你不開心 而那些東西 吃什麼才開心一點 當然吃龍蝦 我都很開心的 我喜歡吃龍蝦 但是其實 你睡覺都已經很緊要 幫你平衡這些東西 所以不夠睡 差不多你是很難開心的 好 增強免疫力 那些東西大家都一定知道 所以呢 我會想呢 就是呢 等一下就講運動了 我會想呢 就是大家去認真去考 認真去想一想 想回一次 很多時候 年輕人的孩子 他們呢 快樂在哪裡來呢 快樂是在酒吧那裡來 快樂是在打遊戲機那裡來 有些人的快樂是在shopping那裡來 有些人的快樂是在投資賺錢 或者怎樣那裡來 有快樂可能在很多不同的地方那裡來的 但是快樂一定會在睡覺那裡來的 當然啦 我不是叫你睡20個床一天 那你也做不到的 但是你不夠睡 是很難你那個人會開心的 所以不要忽略睡覺這一樣的東西 我知道昨天跟一個人聊天 他說我晚上睡不太睡 於是我天天睡 天天睡完之後晚上又睡不到 那我天天再睡 就是好像一個莫性循環 所以呢 他的圖案就每天都睡眼就睡覺 晚上就每天都眼光光 所以呢 可能當然啦 有些睡眠治療師或者醫生都可以幫到你 但是呢 嘗嘗一下 待會兒講到就是這件事啦 通常在日間如果你做運動 或者令到自己呢 Stay Active 是可以更加有效呢 令到晚上的睡眠 睡眠好些 所以呢 日後呢 不能夠太過悠閒的 好 這裡呢 通常呢 怎樣可以做到運動呢 你要找一個可行的目標 今天講到最尾的時候呢 我會給大家一些目標 大家試一下科目的 試一下跟著人做 你做那樣運動呢 一定要好玩才行的 你不要挑一樣都不好玩的事情做 因為那樣東西 張家輝都做我就做了 這樣 那張家輝喝了一杯東西 這些雞胸打了一些淡的豆漿 我就真的不喜歡了 你叫我吃一餐都還可以 吃兩餐三餐我就一定不會吃了 所以做運動都是 我根本就不喜歡跑步的 你叫我跑步 跑步才可以減肥 我太太就試過跟我跑完幾次之後 我就以後都叫不到她跑了 我叫她跟我幾次做完 在地牢做完運動之後呢 她以後都不是很自己下去做的 但是呢她就喜歡打排球的 她就喜歡打排球 她又喜歡玩室外那些運動 喜歡去溜冰那些的 所以呢 太太就可以去做那些事情 所以你一定要找一件你自己喜歡的事情去做才行 也都試一下做一些的記錄 我跟朋友講的最簡單的一個記錄就是 找一條好像裁縫那些繩 裁縫那些meter 那些軟尺呢 是不是很軟的那些呢 那就圍著自己的腰圍度一度 手臂多粗 有人見智啦 有人喜歡手臂大些 有人喜歡手臂小些 因為很難買衣服的太大 有人喜歡高些 或者有人喜歡腳有力些 沒有問題 但是通常那個腰圍呢 通常腰圍呢 很少你有個很大的腰圍呢 是因為你的肌肉很厲害的 通常腰圍呢 都是因為呢 積聚得太多的脂肪 太多的脂肪 腰圍就會大了 肚腩就大了 肚腩大呢 對很多新陳代謝 那些疾病都有影響 糖尿病啊 其他的病啊 心臟有關係的病 很多時候呢 都是因為呢 體重呢 大了呢 而去有的 那所以呢 其中一樣東西 如果你真的要量度呢 除了體重之外 除了體重之外 體重不一定很可靠 因為體重呢 我會建議體重加上腰圍一起搭 因為體重呢 喝水多喝水少的影響 體重呢 有些人呢 可以體重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原來呢 他一路做運動呢 一路多些肌肉 多些肌肉 他重了啊 他當然是差了 重了不一定代表差了 所以呢 體重可以量度 但是不能夠單以體重 就說一個人 是沒有那麼健康 因為他重了 另外一樣呢 就是那個腰圍了 腰圍呢 也都是有少少的瑕疵的 通常一般情況 那腰圍大了 就是多了肥膏 多了脂肪在肚腹那裡 但是 有沒有試過有時候 你吃了一些東西之後呢 肚腹很多氣了 可能吃了一些豆 有時候會有氣 吃了一些橙 有些橙 可能會有氣 一有那些氣的時候呢 肚子又脹脹脹的 肚子脹脹脹的 那脹脹脹脹的時候呢 你去量度 那個腰圍就大了 那究竟是脂肪 還是有 extra gas 在肚子裡面呢 我們不知道 那所以最好就是 兩樣東西都量度 你不量度 你是不知道自己究竟是 我做運動 我想減肥 究竟是好了 還是差了 都不知道 所以有一些東西呢 應該是量度 比較好的 找朋友一起做 就好像你們這裡 整班一起下來做 誰不下來呢 喂 為什麼你不下來做運動呢 這樣 又或者呢 有時候呢 當自己不能夠出去 外面跑步 下雨 有時候 有沒有一些東西 在家裡都做到的呢 有沒有一些東西 在家裡都做到的呢 這樣 要靈活變通 最後就當然 就是要獎勵一下自己 如果你做得到運動 如果你呢 參加到 特別是很不想做的 那天都做了呢 那自己吃一顆糖 都不過分的 吃一點點獎勵一下自己 一定要有獎勵 才能繼續做的 跟那些老鼠仔一樣 你不掌勵一下他 他不會繼續走來的 那所以呢 要獎勵一下自己的 不要客氣 不要 鏡頭 不掌勵一下自己 好 運動方面呢 你要選你喜歡的啦 另外就是做運動的時候 其實你是要知道 明白你的身體最需要些什麼 我記得呢 我和一個朋友聊天呢 他這個姿勢呢 是有些不好的 他可能是歪在一邊 又或者是怎樣的 又或者他的背脊常常痛 他的背脊常常痛 所以他不彎得低 如果你知道你自己 有一個的問題 你要想針對他來做呢 那你就要去到特別的想一下 究竟怎樣可以做到 如果我的 究竟我要怎樣做 才會令到那個腿很痛呢 或者保持著它 鬆一點呢 有些什麼關於盆骨的事情 我可以做呢 又或者 我走幾步呢 我的腳就沒有力了 又或者最後 我的肩膀經常這樣彎去前面的 究竟有些什麼可以令到我的姿勢更好 每一個人 剛才我講了幾個情況 每個都不同的 所以很難去做這個運動就可以了 看這個YouTube就可以了 當然 有時候做得好的那些呢 他各樣東西都兼顧了的 那你跟著他做都沒有問題的 但是呢 有時候要很清楚知道 自己究竟是需要些什麼 或者他哪裏痛啊 哪裏不舒服啊 通常都是一個sign 但是呢 例如很多人問我今年 究竟應該買跑步機 那邊那一部 跑步機那些呢 還是用單車呢 跑步機還是單車呢 怎樣選擇呢 很簡單這樣說 跑步機對身體的impact 如果你真的跑會比較大 就是 那些關節的坐比較安全 單車你坐下來呢 是比較安全 所以很多人呢 都選擇 單車的現在 所以Peloton那個牌子的單車呢 雖然是很快 但是有很多人去買的 這樣呢 就這樣很簡單這樣說 就是了 但是你說 是不是一定是 踩單車就沒有那麼 好像說沒有那麼 burn 得多calorie的 跑步機好像 burn得好些 burn得最多calorie burn得最多calorie 那個呢 就是當你動 全身動得最多 全個身都動 甚至乎可以讓你做得很劇烈 那一個就是最好 所以沒有說單車還是跑步機好些的 跑步機好是因為跑步的時候 你整個身動 但是我想問一下就是 跑步機可不可以讓你 好 可不可以 跑步機呢 你可以很放心這樣 就做到最難呢 跑到最快呢 當然不行啊 為什麼呢 因為跑步機跑得太快 萬一你踩錯腳那怎麼辦呢 就飛了去 跑步機很危險的 其實 跑步機很危險的 單車呢 那些呢 你踩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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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到很快也好你都不會飛到地的 除非你真的踩到很crazy 整架車塌了 但是你不會掉到地 而且踩單車踩到很快很快很快的時候 你想停呢 你是立刻停到的 你自己控制 所以呢 如果你說問我呢 我覺得踩單車呢 始終都是安全一點的 特別是如果for seniors 至於哪一種單車呢 那其實很在乎你自己的 又或者我應不應該 加入一個gym membership呢 又或者參加一些charity race 就是接下來跑5K去訓練呢 其實是可以的 可以的 因為呢 踩單車 你買一部單車呢 一二千元三千元的 有些很貴的 但是gym membership呢 都只是四十元 五十元六十元一個月 所以有時候呢 的確是加入一個gym membership 監視自己去呢 可能更好些 又或者呢 監視自己下來 這裡和May一起做 可能又更加好些 好 這裡呢 就是最流行今年那些 很多人都在家裡做運動 在家裡做運動 在自己的房間那裡做 我遲些呢 都會呢 每人呢 給一條呢 運動的帶給大家 那些帶呢 May都有的 我們每人 你們生日都每人送一條 可以在房間那裡做 住客在房間那裡做 NPC的朋友呢 就已經有了 有些 可以在自己的家裡那裡做 這些運動呢 之前呢 我們都講過了 就是呢 在床上也做到的 這個是什麼呢 屈曲一隻腳 放一隻手 在背後那裡 輕輕把頭 你看一下 頭 那其實做什麼呢 就是在鍛鍊你的腹肌 這個是任何人都做到的 差不多 因為你是睡在床上就可以了 是的 不會跌 它有個難 扶手的嘛 它不會飛到街的 不用怕這樣看 你不嚇它就可以了 這樣呢 就 就呢 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比較難 但是呢 你可以試一下這個 是的 躺在這裏的又是 把腳 把頭 上半身 少少動 這些全部都是躺在床上 它就做到的 所以是很容易的 它鍛鍊你的腹肌 這個就比較難些 但是如果你在床上 因為柔軟 都可以做到 這個 所有背脊那些肌肉 所有背脊這些肌肉 全部都用著 就是什麼呢 包括背脊 包括屁股 包括背脊 包括這些 全部每個肌肉都用著 什麼 什麼 哦 今天一早就說了 今天是說的嘛 你不記得了 這樣呢 所以呢 這裏全部後面的肌肉 都用到 所以呢 這個是一個 又是可以在床上 在你的房間 不需要任何儀器都做到的 為什麼要做這些呢 這些幾個動作 全部都是說中間這個位置 其實這些動作 我們平時都做不到的 我所想在這裏做的 但是因為我們不能夠躺下 我都不能夠和大家做的 是不是 但是如果大家可以呢 在家裏的房間那裏做呢 這些呢 是對你整個身的姿勢 背脊的肌肉 好腹的肌肉 是最有用的運動 所以呢 留意一下 看一下 如果學到在房間做呢 對你是很有益的 好 這個呢 就是在收緊臀部 收緊臀部 臀部 骨骼的膝蓋 又是躺下的 你發覺 然後呢 將那個臀部 抬起 當你抬起它的時候 你是在用著 肌肉 全部這些肌肉都會用到 所以呢 這個呢 又是一個 很好很好的 去訓練 特別是腰骨 當你這樣撐的時候 這些地方 腰骨這個地方 一定要直 由膝蓋到背脊 都是直 那你想一下就是 我不想彎 我們就說不想彎 這個動作一樣 就是直 所以呢 這些動作呢 對你的姿勢 是很重要的 最後 如果再說一個運動呢 就是這個 你看到這位先生 握著兩個啞鈴 小小的 其實這個呢 就是握著一個重量 你可以在家裡握著兩袋的松 又或者是握著一些的物件 兩支水都可以的 握著來走路 就是握著來走路 為什麼 因為如果兩邊那個東西 重量不同呢 就是說 正常地 你握著的時候 你的身應該會 墜在一邊 但是 你就是要訓練 你的身體 其實 不讓它拉了你 所以那個時候 你的身 就要用到 這些肌肉了 所以呢 也是一個很好的辦法 去訓練你自己 萬一有人推一推你 他立即搞直 為什麼你可以站直 呢 另外那個人被人一推就躺下 因為你 你的身 那些肌肉 透過這些的運動 有訓練 OK 所以呢 這幾個動作呢 我們可以再教大家做 或者是有機會去到你的房間裡 教一教你 但是呢 是對你的姿勢 對你的身體 是很好的 如果這些運動你做得好呢 你跟著可以做好多其他的 但是如果 skip了這些 而去做其他 很有可能會容易吃餐 容易吃餐 好 講完做運動了 快就講到最後了 好像之前這樣講 有幾種維他命呢 在這裏呢 是經常都吸收得不夠的 第一樣 維他命D 為什麼不夠維他命D 知不知道原來 我躲在窗後面 給太陽曬著我 你猜得不行 原來是 可以還是不行 我在家裡曬太陽 我在家裡日光浴 剝了衣服 放在那裡 讓太陽呢 穿過玻璃曬下來 你猜得不行 是不行 原來 如果你真的要吸收維他命D 最好最好最好 你是出去外面 拿起衣服 讓它曬下來 這樣蓋著 不會曬穿它 都行 不行 你想想冬天 整個冬天 我們有幾多時間 穿衣服 穿到包到全部 現在還要戴上口罩 這一部分都蓋起來了 我們其實是很少皮膚碰到太陽 以致我們吸收維他命D 是很少皮膚碰到太陽 就是有些人 或者是很少皮膚碰到的 其實是很少皮膚碰到太陽 不少皮膚碰到太陽 雞蛋有,特別是蛋黃 有沒有聽過有些人說,吃蛋黃不要吃蛋黃 蛋半熟風,濕臟病,什麼什麼 你一天吃三個蛋黃當然不好了 蛋黃有維他命D 你吸不吸收維他命D? 是不是?你想一下 另外就是一些牛肉,肝,豬肝 我們中國人都吃的,西人未必吃 但是這些東西,有些牛奶,有些果汁 有些乳酪,乳酪,有時候我們都吃乳酪 就加了維他命D 所以你想一下,其實我們在食物方面 是需要很多在食物方面去吸收維他命D 特別是冬天,特別是冬天 但是可能不這麼需要 但是冬天的話,你要特別留意這一樣的東西 如果你有一些維他命,是吃維他命D的 所以可能冬天一定要吃 夏天可能沒有那麼衰弱 這個東西要留意 你看 維他命D12 都有聽過 維他命D12 這個東西很巧妙的 年輕人就吸收得多些 老人家就吸收得少些 那為什麼呢 原來他是需要維酸去分解的 我有維酸,不是怎麼消化 只不過你的維酸比年輕的時候少了些 少了些 而且很多時候我們有維酸到流的現象 有沒有試過,有沒有聽過 可以維酸到流的時候,醫生給你吃什麼 減餵酸藥,對不對 更加少些維酸 這隻B12在很多食物裡面都有的 但是他需要維酸去拆開它 分解它,吸收 當你的維酸越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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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時候 有人就會說 不是啊 我還整天不斷吃那些東西 那些很多B12的 我吃很多的 你吃的 你不一定能夠分解到 有足夠的維酸分解 你吃完就可能就出來了 那所以呢 我又不能夠多些維酸 因為那個維酸不行 那個倒流那裡 那所以有一個現象就是 你可能不在意 你的B12可能低 那所以呢 B12一般人呢 不多人是缺乏的 但是呢 下次跟醫生如果驗血呢 都可以問一下醫生 看看這件事有沒有低到的 那可能是你的胃酸那方面 如果你的胃有問題 一向下 可能這件事呢 要特別留意了 特別留意了 你說我的胃一向都沒有事的 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醫生不斷說 你的胃有些東西 要給你一些藥 你吃這麼低你的胃酸呢 很有可能這個 這個營養的B12呢 維他命B12呢 你都比較低 這個維他命B12比較低呢 很多東西呢 都可能是他的問題 如果你有其中幾種呢 不一定代表你維他命B12低 就是呢 你看看頭暈啦 激鬱啦 忘記的東西啦 皮膚蒼白啦 舌頭痛啦 經常覺得好像 心跳得很快啦 或者消化有問題啦 肌肉比較弱啦 經常有些麻痺啊 手指腳指鼻鼻鼻鼻鼻的 口氣不順啦 都覺得好像很累很累啊 很多東西都可以是B12 缺乏的時候有的 所以呢 這個東西 如果你的胃有問題 記得看醫生的時候 問一下醫生 我的B12有沒有低呢 另外就是 我最想講的這一點 纖維啊 纖維 纖維 原來呢大部分的加拿大人 不只是老年人 年輕人也好 中年也好 青年也好 纖維都是十分不夠的 不夠的 纖維不夠又怎樣呢 纖維不夠呢 最明顯的一個問題就是 腸的動動不好 以致便秘 便秘是很常見的 特別在長者的生活裏面 原來呢 女士呢一天呢要吃25毫克 英文是25克的fiber 那是多少呢 那是八條椒 如果你只吃椒的話 只吃椒就八條 當然沒有人只吃椒八條這麼傻的 是不是 你當然要吃其他東西的 又或者吃那裡一杯那個 broccoli呢 就是好像是四五克左右 吃那裡四至五個broccoli呢 你買回來整磅 吃光它就差不多了 那其實呢 所以你知道一件事 根本我們就不會吃一件事 這麼多的嘛 例如你吃八條椒一天 你有足夠的fiber 那個potassium叫做辣 那個potassium也太高了 potassium太高又不行的 醫生說 很多東西都會有問題的 potassium太高了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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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 陳太說得對 甲的確是我們這裡的意思 陳太 是啊 甲太高不行的 是不是 所以呢 你知道一件事 你要有足夠的纖維 你一定要從不同的食物那裡來的 是很難說我吃一樣東西吃光它 我吃的蛋就有了 很多東西了 是蛋有很多東西 但是纖維你不可以吃一樣就有了 很難 所以呢 你就要想一下一個問題了 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我要吃幾樣東西才得到足夠 究竟我有沒有吃那些幾樣東西呢 通常一個人吃啊 吃東西吃都是那些啊 或者怎樣的 那看看有些什麼可以給到你了 你看看這幅圖畫就知道了 很多東西在這裡 有沒有一些東西是經常吃的 沒有一樣的 最好找到幾樣 如果你有幾樣在這幅圖畫裡面的東西 你都有吃呢 那樣就沒問題了 例如有些什麼呢 有些papaya 有些橙啊 原來有rasperry rasperry那些叫紅莓 是不是 有黑莓 有紅莓 是不是 有藍莓 紅莓 黑莓 藍莓都很高fiber的 有西瓜啦 有些蜜那些東西啦 跟著呢 又有油啦 我們中國人吃的西柚啦 這裡不是西柚啦 紅色那邊那個 那些油啦 好像橙那樣 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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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蔬菜當然有很多 也都見到有些是 合桃 黑桃啊 果仁啊 那些啊 但是呢 普遍來說是士多啤梨啦 車梨子 是不是 你普遍呢 都見到是什麼 一些nuts 一些生菜 蔬菜 和生果 如果你是平時喜歡吃蔬菜和生果 沒有問題 還要加上早上你吃個oakmeal 你又吃椒 又吃橙 又吃橙 或者蘋果 哎 萬一那些東西我最討厭 那就閉加火 是啊 所以你想一下 這些東西全部都是很高纖維的 如果不吃這些呢 就有困難了 可能你要去吃一些的藥去幫你了 那呢 我們不再說了 因為時間的問題 最後呢 關於飲食呢 有三樣東西 喝多點水 除非你的腳腫 醫生說不要喝那麼多 除非 醫生叫你不要喝那麼多 另外就是少點鹽 對你的腎臟和對你的心臟都有幫助 這兩樣東西呢 差不多呢 除非醫生說 否則呢 亦都是最容易做 亦都是最好的一些關於飲食的改變 另外有一樣東西 一定對的就是 不要吃煙 不要吃煙 吃煙 不會的 吃那隻煙是不是好啊 就好像說 那隻鹽不好而已 喜馬拉雅山那些鹽是不是好啊 我不管你喜馬拉雅山那支煙呢 都是不好的了 總之煙就一定不好的 煙就一定不好的 所以千萬不要去吸煙 而最後呢 我想給大家呢 有一些小小的 右邊就是一些提示 這些東西就是最高纖維的 豆啦 有些菜啦 牛油果啦 Raspberry啦 胡椒啦 broccoli啦 麥皮啦 這些全部都是很高很高的 Fibers的 我也要叫Benny做多些給大家吃 讓大家健康腸胃好些 左邊都是我們今天最後的一件事 你說你有講運動 有講睡覺 有講吃東西 那即是今天我回去做些什麼啊 有的 第一個例子 叫做10、10、10 什麽10、10呢 如果你之前沒有做運動的 你今天開始每天做10分鐘運動 10分鐘這麼少 我平時跟Benny做45分鐘啦 是跟你今天在那邊講講講講 沒得做而已 10分鐘運動是什麽呢 如果你未做運動呢 10分鐘呢 只是呢 走路呢 大約呢 走 呃 幾來啊 走 300到500米呢 慢慢地走 可能已經10分鐘了 就是由外面這裏呢 只有一個圈 那就十分鐘了 所以呢 是很容易一個圈 一個圈 你都不只走這個圈 我知道你有事 是不是 所以走一兩個圈 就是十分鐘的了 第二樣 第二個十字是什麽呢 第二個十字就是 看可不可以十點鐘睡覺 或者十點鐘睡落床 好像我的女兒那樣說 我也叫我女兒那樣做 不過她說 爸爸 十點五十九分都是十點而已 這樣 現在的年輕女兒是很聰明的 所以我說 好 總之你就不要十一點之前睡覺 是的 十點鐘之前睡覺 有些人 甚至乎說 當你去到十二點鐘呢 你的身體某些的東西呢 就開始 關機了 你過了那個最關鍵的時間呢 可能會是 你的睡覺的質素 可能會不差 另外最後就是 每天 多吃10毫克的fiber 10毫克就是什麽呢 一杯 就有8點了 一個牛油果呢 有13克 有13克 一碗仔的fiber 有5克 那你吃兩塊 兩隻手拿著兩塊 就已經可能有10克 就是你嘗試在你現有的飲食上面 做多一點點 吃多10克 對你的腸胃會有幫助 這就是我第一個給大家 十十的建議 有另外一個就是222 你就看那個意義 適不適合 二 就是你每天 和兩個朋友 或者家人 找一些人呢 主動找他 而不是等他來找你 又或者甚至乎 對兩個人說一些讚美他的說話 去欣賞一下別人 兩個 另外,如果你的腎臟沒有問題,醫生沒有叫你不要喝水 一天喝兩公升的水,兩公升很多 如果對一些不是經常喝水的人來說是很多的 可能是1.5公升的水,2公升的水 而第三樣,我也曾經在這裏跟大家做過的 就是兩分鐘的深呼吸或者是訓練 深呼吸或者是訓練,兩分鐘 剛才有沒有說過,我們那個心經常在日後 因為很多事情發生,我們的血壓很高 甚至乎有時候過了一天,好像有很多事情在心裏面 尤其是如果有一天有些不如意的事情發生 更加,其實我不是不想睡,你生 10點鐘睡下床,11點我的心都還很生氣 或者很興奮的,我都睡不著 那我怎麼睡到呢? 我們記得了,我們試過深呼吸的運動 記得嗎?用鼻吸進去 用口慢慢敷出來 要很深的吸進去 而是很慢的敷出來 當我們做完這個練習的時候 我們正在做的時候都想睡 我日間放鬆 不單止是肌肉放鬆 連我們的 mental 也有一個 relax 那所以呢,做一個每日練習兩分鐘 一個深呼吸 如果有信仰的人 可能是一個兩分鐘的祈禱 或者打坐 或者是修煉 或者是什麼 但是兩分鐘的安靜 是被自己放下了整天的重擔 以致你可以有一個平安 一個安 就是睡覺的那個月未好 所以這個10-10-10和2-22 都是我想到一些很簡單的事情 可以讓大家試一下 如果你沒有做過,當然可以試一下 但是,是這樣的 所以,停在這裡了 我知道已經11點了 那麼,移境樓的住客都可能要完 但是也要問一下大家 無論是移境樓的住客也好 或者是NPC也好 有沒有什麼問題呢 有沒有什麼問題,請問 關於剛才那些 可能我是因為太多東西 我不能夠每一個都說得很仔細 你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問的 問得深入一點都可以的 有沒有呢 好,Maria 兩分鐘 Maria,問是不是每天深呼吸兩分鐘 那我就是了 我提議兩分鐘 當然啦 久一點是可以 我就會想臨睡覺 尤其是呢 臨睡覺之前那半個小時 那些人說你不要看手機的 有誰臨睡覺那半個小時 是一定看手機的 不要說誰沒有看 不如說一定看 所以,臨睡覺之前 不要看手機的 為什麼呢 當然,他講到那些光又怎麼樣 很特別的光會影響你 其實呢 主角就是讓你自己能夠安靜 你自己能夠靜下來 讓你容易一點去進入睡眠的狀態 Anthony 你停止分享 Anthony 我停止分享 好一點 我想問Anthony 我想問一下 我連睡覺前做運動好不好 睡覺之前做運動好不好 其實睡覺之前做運動是OK的 反而要視乎究竟你做什麼運動 如果你做一些很激烈的運動 做到很開心、很興奮 有可能你不能夠馬上靜下來的 所以,臨睡覺如果做呢 我會覺得是做一些 看極的 動作啊 鬆一鬆個人 甚至乎 臨尾呢 都做一些呼吸的運動 讓人呢 可以最後有一點點 冷靜下來的時間 不要跳啊 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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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 搭上床 搭上床 睡覺 可能你不一定一定睡得到的 因為太過劇烈了 人就很亢奮 運動很開心的嘛 分泌很多很開心的東西 安多芬那些 很興奮的 但是呢 太興奮 未必睡得著 OK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Engineer 今天你教的運動呢 可不可以教他們做啊 今天我們 今天你show那些運動呢 是 哦 可以啊 是不是想現在還是怎樣啊 是啊 趁著還有時間 大家可不可以看一下 今天那些運動怎麼做法 我再看回剛才那裡啊 好 好 再去回剛才那裡 我可以 翻了它 跟著呢 跳到那裡 好 運動那裡 好 現在看不看到啊 看不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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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到你啊 只能看到我而已 好 只能看到我就看不到 好 只能看到我就看不到 好 好 如果再說回這個運動呢 我可以休息一下 再說回這個運動呢 這個運動第一個呢 就是躺下的 躺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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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躺下了 因為有一個膝頭的 抬起 盆骨 定了 下來 接著呢 將兩隻手呢 擺在一個 下背的那個位 其實為什麼呢 也都是呢 摺著 下背的那個 應該是微微有一個彎曲的 通常我們的腰是微微彎曲的 所以呢 基本上呢 你是將所有 由腰旁邊的地方呢 都是定了它 因為其中 這個肚腹啊 這個地方呢 最大的問題呢 就是它扭來扭去呢 啊 這樣就扭了 所以你定了那些東西 之後 你將你的頭 微微抬起一點 這麼多 當你抬起頭呢 其實你就是要用到腹部 去抬起上半身一點點 但是 由個腹部對落 所有的東西呢 都是動的 那個鍵就是 你不想動到下面所有的東西 而單單去用上半身 腹部那些的基因 所以這個辦法呢 跟平時的那些sit up啊 那些東西呢 有些不同 原因是我們要 鎖緊所有 由腰對落的那些位置 那些東西 肯定沒有一個人 你會扭傷 而你看到那個人呢 其實他現在已經是去到最高的地方 啊?去到最高 以前做sit up 整個人都飛上去的 是不需要的 他只是由躺在地下 頭碰著地下 到他稍微抬起 這樣就足夠了 如果你有人按住你的肚腩 現在我去按他的肚腩的話 那些肌肉全部硬了 這樣就按了 所以呢 我們呢 本身的腰呢 經常都叫挺直 腰呢 經常都叫挺直 你還做一個 彎了他的動作 那不是挺直的 為什麼還要這樣 所以呢 那個彎了幾十年了 我們經常都做sit up 不斷做 不斷做 如果那些明星 想這樣彎曲呢 是的 就有用 他們要做到六塊腹肌 但是對那個呼吸來說 不是最有用 是的 大家已經留在住下 如果你們想看 可以留下看 如果你們想離開 不要介意 可以可以離開 那我講第二個運動 第二個運動呢 是叫做side plank 在旁邊 通常呢 我們做呢 就只是做前面 就忘記了旁邊 旁邊那個腹部呢 都有肌肉的 那這個呢 最簡單的右上角 就是在膝頭碰著地下 和手肘碰著地下 最緊要就是 將那個 tap 輕輕抬起 但是有一個問題啊 就是你整個 上半身的重量呢 你都是要用 旁邊的手去撐 很辛苦的 未必做到的 不是每個人都能 那時候尤其是 肩膀呢 是很多的 過去很多的 受傷 沒錯 對了 風濕啊 我講了 如果夠時間 想先走 可以先的 沒有問題的 不要緊 你們可以先走的 不用一定要坐在那裡 吃飯 可以先走的 可以先走的 我還沒完 你可以先走的 這樣呢 所以如果肩膀有風濕呢 做不到這個動作 如果肩膀沒有呢 可以 可以 所以如果肩膀有風濕呢 做這個 這個呢 就不需要撐住 上半身的重量 你只需要整個人 躺在地上 這樣 抱著自己 然後呢 稍微呢 將那個上半身 一點點 又或者甚至乎 上半身 你都能夠呢 用到呢 身呢 旁邊的一些肌肉 旁邊的一些肌肉 是的 所以這個呢 我覺得是省為比較安全些的 這樣的話呢 剛才你用到前面 現在就在用旁邊了 而第三個呢 要不要換左右 當然要換左右了 譬如右邊 你抬腳抬了十下 十五下 記得要反過去 除非你是一個模特兒 你拍照只是拍左邊而已 那實際呢 你說兩邊都要這樣 又或者 某一邊呢 你是很明顯呢 弱過另外一邊 這個不出奇的 這個不出奇的 我見過有些人 一邊呢 是很厲害的 另外一邊呢 因為不同的原因 是差得很遠的 所以呢 不一定要一邊做十五下 一邊一邊做十五下 可能有一邊呢 你要遷就 只能夠做十下 是的 那最後這個呢 說完前面 說完旁邊 就是做後面 就像我剛才說的 通常一般的呢 就是在膝蓋和手放在地上 跟著呢 我覺得可以試試做 左下角的一幅圖 只是踢那隻腳 只是踢那隻腳 你見到呢 他硬的時候呢 是硬的腳跟他後面 硬的腳跟他後面 硬的腳跟他後面 你會更加容易呢 他叫那些臀部的肌肉呢 都一齊 這樣子 所以記得那個動作 應該是呢 是硬的腳跟他後面 而你看到那個腳跟 然後到腳跟 臀部到頭 差不多是一個直到頭 差不多是一直 這樣就對了 這樣就對了 是的 好 大約就是這個 而最後這一個就是反過來,躺在這裏去鍛鍊 這個人將兩隻手遞高,但其實不需要的 你可以將兩隻手放在旁邊 他這裏特別說是腳踭碰地,你看到,腳踭碰地 腳踭碰地,腳趾微微抬起 是能夠更加容易幫到你去叫臀部和肌肉去溶度的 就是夾緊臀部,我記得有一次做這個運動 有一個老師這樣教我們 他說你叫那些人好像幻想 將一個金幣放在哪裏,放在臀部 就夾緊那個金幣上去 他就夾緊那個金幣,跌下來就不是他的 其實是叫大家一邊做他一邊叫他夾緊他夾緊他 其實就是要是很刻意的去鍛鍊那個臀部的肌肉 因為為什麼要鍛鍊臀部的肌肉呢? 我都不是模特兒,為什麼要一個漂亮的臀部呢? 其實原來大家不明白就是,當你的臀部如果不強壯呢? 你站在那裡的時候,你的尾龍骨位置,你的LOWER BACK 就是幫你站在那裡的地方了 為什麼我的腰經常痛呢? 為什麼我站得久就痛呢? 嗯?是不是我的腰太差呢? 嗯?原來不一定 因為你的腰不幫你頂住 是因為你的臀部的肌肉可能不夠強壯 所以臀部的肌肉強壯呢,對你整個的姿勢是很重要的 對你甚至乎你的LOWER BACK HEALTH都很重要的 就是這樣了,多謝大家參加 謝謝 先離去吧 多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謝謝